花手寄过来的一个宝莲灯 昨天就寄过来了 没时间太忙 然后呢 先给它拆了箱了 然后呢 刚才情况也大概 跟大家简单的说了一说 其实关于宝莲灯这个事 我给大家叨叨几个点 首先呢 宝莲灯这边一般出自于青州的比较多 而且养的现在也都比较哇塞了 用的呢 都是一些进口的好的泥碳土屋 但是呢 有几个情况要给大家说明 说什么呢 你看到了吗 这个根系都长满了 回去以后呢 肯定是要换盆子的 因为根系长满了 它没地方长了嘛 要换一个大一号的花盆 略大一号就行 不要太大 用土的话 跟原来的接近 也就是进口的泥碳 老花衣的卖的这个通用配方种 就是这种土了 回去以后直接换就OK了 关于它这个上面这种 看到了吗 上面这种 我估计这位花友儿 回去以后 你看 它浇水的时候 它总是下面湿着 上面根本它就浇不透 而且我怀疑是什么呢 它下面老是有那种 闷根的嫌疑 这个打开以后 也证实了我这个点 下面的根系 已经发黑腐烂了 有一点点的 所以说导致上面呢 有一些个烧 看到吗 就是有一些看起来像 肥大烧的一样的感觉 懂这个事就行了 现在这种到了 我们手里面呢 就是换盆加土 然后做一遍杀菌处理 之后正常养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看 这些都是一个叶腐病 好吧 有蔓延的迹象 都是因为从根部开始烂的 然后有一些黑杆 净腐了这里都 看到吗 这个都已经黑杆了 那找花盆呢 就找比原来的大一号就行 不要过分的大花用 你没换盆不要懒 一定要用这种排水透气的喷 一定要注意 土的话跟原来的接近就行了 比较简单 加上土 然后就是一个比较湿度大的环境 其实我不知道为啥 我个人不建议你们在卧室里面养花 比较湿润的环境 没确实说你可以往上面稍微的喷喷水 薄薄的加土 这边水还是要浇的 这个花用浇水总浇不透 然后呢 浇的时候可能套盆里边老是积着水 我怀疑哈 就下面老是有点积水 我给你那感觉 然后最近天气又热 它就支撑了病菌 这个时候咱们就是给它换个好一点的盆 上点土 用点杀菌药的水 像话们也理解一下 就是你没收到宝莲灯 类似于这种感觉的 一定要记得换盆 加土 别换过分大的 一定要用排水透气的 盆和土都要讲究 有点讲究一点 昨天我们聊天 他们说养花比种菜难 其实养花跟种菜有一个道理 有的话问这个能地摘吗 这个可以地摘 地摘的话在南方地区可以 像广东地区可以 光照不是那么强 雨水多 湿润 它在那种热带雨林里面 有大树给它折阴 它就长得比较好 如果说全是照给它的话 它需要驯化一段时间 尤其是你们买到的基本上都是大棚里边的苗 它不像你们买到的很多的果树之类的都是属于地摘的那种啊 或者是有露天的场地 这种都是大棚里边的苗 所以说抗冰性稍微差了一丢丢 但是你要是把握住咱这个养法一样能把它养好 把这些个花梗全部给它剪了 已经开不了了 在上面呆着也是浪费养分 用到的工具呢 就是喷壶 喷壶的话是往上面喷 先喷后浇吧 因为肯定会剩下 你看我用到的是这个小黄二号 这里面有甲霜跟浮美霜 就是复合的一个杀菌药 可以浓度稍微高一点点 因为这个不会烧花 你们不会用的时候记住一千倍的比例就ok了 千倍定律好吧 那我往里面加一点点的厄美霜 厄美霜它主要是针对根部嘛 咱们稍微喷到上面一点没事 少来一点就够了 剩下的就可以浇 你看单独一颗花的话 其实用不了多少杀菌药 叶子正旁边都给它喷一喷 还有树干的 剩下的药叶呢就给它倒到这个 量杯里面 一块给它浇了 一块给它浇了 这样的快 透气性又相当的好 这样的话才立于根系的生长 最好的生根液就是氧气 如果说大家出现浇不透的情况 就可以找个 这种桶给它浸泡起来 你看 我浇了两杯 刚才猛的一浸泡 还咕噜咕噜冒泡呢 所以说很容易浇水浇不透 都因为这些事了 明白这个事就行 一盖在这个点 不干不浇 干透浇透 盆子一定要排水透气 盆土也是那样 要松软透气 这样才立于根系的发育 之后不要用太强的光照 通风半日照 就OK了 等到下次再浇水的时候 再来一遍药 就可以控制住它的腐烂的情况 好了 请出来 有的话我总是说 你们有大棚 这样子那样子的 其实你们要是真养花的话呢 可以手工做一个棚 就是用几根竹竿啊 弄一个塑料纸啊 又或者是给它搭个那种花房 阳光房啊 你像一般能养宝莲灯的话 家里面地方都很大 你要在客厅里面养也一样 你要是一开始的时候 按照我这种方法 换个大一号的盆 用好一点的土 再注意日常的这个杀菌 它也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这花友就是没注意 通风也差 好了 希望这位花友的花 早日康复 给它养上一两个月吧 养好了再给你寄回去 把病全遏制住了 觉得不错 记得点个赞 想要寄养的错宝联系后台 寄养是不要钱的 来回的快递费要自己出 养死可不赔哈 我是老花一 养花自然一 白了错宝 喂 喂 喂